回来啦 回来 回来 救救我 回来啦 救救我 回来啦 回来 叫我爸爸 镜头前伤心欲绝的是一位母亲 她嘴里不停念叨着一句话 救救我的儿子 其实她精神上受了严重的刺激 意识都有些不清醒了 她已经忘了 儿子没救了 早就不在人世了 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名叫范鹏飞 是山东宾州邹平县第一中学的高二学生 十七岁 典型的花季年龄正是好时候 她怎么就辞别人世了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八点钟左右吧 八点钟是在江朝万子习的时候 发现范鹏飞同学人和另一个同学学 违反了这个子习纪律 就交出他的那件谈话 大约谈到十五分钟左右 突然远走 马上打了120 救救车 进行救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 范家人还是等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十七岁的范鹏飞 抢救无效 确定死亡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 心圆性 心脏病猝死 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说没就没了 不光家长伤心 学校的人呢 也都跟着难过 老师当时呢正和他谈话呢 谈着谈着 孩子就不行了 这太意外了 也太可惜了 到这会儿呢 说啥都没用了 人死不能复若生 活着的人总得面对现实 范家人呢 就开始给孩子张罗后世 农村那个 农村那个风俗血瓜吧 有的他呢 给孩子死亡以后 需要精神 要需要呢 需要救灵 救灵 要把孩子的身体 重新插血一遍 在插血的过程中 就看到我们孩子的头部 有血 孩子头部有血 哎 这是咋回事呢 校方说了 那是孩子发病后 摔倒了磕的 这种解释啊 似乎还算合理 但接下来 范家人整理孩子 一误的时候 又发现问题 因为呢 我们的孩子发病 就是正好在这个 在屁股这里 一个这么大的脚印 在这个 修腿条项目 也一个脚印 这是接着发现的 我们仔细看啊 真是一个这么大的脚印 在我们这里的 孩子的这个思念 更差上之一来 也不怪家长有疑问 你想啊 一个活不乱跳的孩子 和老师谈话 居然能谈死 更何况 孩子的身体和医务上 都存在着很多疑点 但是医生已经下了定论 心原性 心脏病 猝死 那家属还能说啥呀 一时间悲伤 痛苦笼罩着 这个不幸的家庭 范鹏飞的母亲 因为悲伤过度 曾几度昏迷 而父亲范挺刚呢 除了悲痛 老在琢磨一件事 当天的合体 已经宣布 我儿子死亡 而且死亡原因也定了 可医生 为什么还问我 这样的问题 难道医生的提问 是在向我暗示什么吗 如果儿子范鹏飞 不是心脏病猝死 那医院 为什么下了个 心原性心脏病猝死的 诊断节奏 这一连串的疑问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当爹的越琢磨 越起疑心 他特意查询过 这心原性心脏病猝死 高发人群 大都是中老的人 而且一般来说 发病前 不会一点征兆都没有 自己的儿子范鹏飞 才十七 平时身体相当健康 生前也做过多次身体检查 从来没有发现过 心脏疾病 你再说了 不就是被老师叫去 谈谈话吗 怎么就突然猝死了呢 这话是咋谈的呀 竟然能把一个半大小伙子 整出心脏病来了